157 信報財經新聞 英文世界有點不同 2015年7月11日經管智慧 B.15無謀管張總對筆者而言 英美大埔的可信性大概以1997年7月1日為拐點 此前奉為金科玉律、居居上心 但亞洲金融風暴起後 英美大埔變了高雄交通燈 只供參考而言 到了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事件後 英美大埔再次一變 成為唱衰中國和歐洲的核心 中國崩潰論層出不同 任何小事件都有得唱 最後到唱衰時 閣下一定做了什麼對的事 唱好時 閣下需要三絲乃如謀F 歐洲本來是盟友 但自從1999年歐羅面世 就年年長歐羅崩潰 2008年後歐豬五國崩潰論 亦年年翻炒 不過已經五年了 歐豬國的十年債息積到百分之十以上 C.D.S.也復貴不可言 Default卻始終沒有發生 買了保險的基金全部賠了夫人有席兵 只好繼續唱衰 但歐洲十年債息回落到百分之三以下 又說明什麼呢? 如今只能日日望希臘死才有得賠 重組也是不賠的 希臘人若是天天看英文大報 恐怕已活不下去 200年前 中國海關被英國人控制 所以只要簽下賠款條例就有得賠 如今歐美英的銀行和基金 應賠的已有五年來撇賬 也撇得差不多了 只是撇賬和放棄債權是兩回事 拖下去的好處是自己有時間持工 又下手來負責 喜不快哉 但養了希臘五年 又有新錢入了局 不要忘記那是兩年利率達百分之二十九的 識大本無歸 是正理 希臘人固然散漫 但那不是突發的 民族性本就如此 如重如須亦是常態 人在歐洲 只見人們生活如常 此時英文世界有點不同 將總號經管智慧毫無枉管英文世界有點不同